台中儿童校园BNT今天开打 总共有三所学校大约1600人接种 根据统计全台中市一共有11万9千多人 愿意接种儿童BNT 但却只配播9万3千剂 不少家长担心孩子打不到 甚至请假带着孩子跑到外县市去施打 由于台中本土确诊案例暴增 连续两天都逼近万人 市府也规划原本儿童BNT预计6月29号打完 提前两个礼拜完成 除了台北市是6度当中最早打完疫苗的县市 下雨天诊所外头家长撑着伞 穿着雨衣带着孩子排队等打儿童BNT 会这么辛苦全是因为疫苗根本不够 家长担心疫情严峻想让孩子尽早施打 甚至还有家长想请假带着孩子跨区到外县市打 外县市如果退约的话可能也会跑到外县市 疫苗不够家长只好自立救济想其他办法 还有家长说为何不能先发给学校集体统一 优先施打造成每间诊所都得像这样子排队 还有里长直言这根本是造成家长困扰 国小大礼堂内学生排队捲起袖子 有的小朋友看到要打针好紧张 还得要一名护理人员帮忙抓着在旁平平安抚 根据统计全台中市一共有近12万人愿意接种儿童BNT 施打意愿64.41% 为了尽早让孩子都能够施打 师傅也要求提前完成施打进度 台中市各校渴望在6月15号之前完成施打 施打的速度是6度第二 镜头转到云林 5岁到11岁BNT施打意愿52.3% 一共有12,785人 目前疫苗量16,000剂 校园预计31号开打 而诊所早在25号就已经开放 医师说诊所外头天天有民众来排队 全是为了施打BNT疫苗 但无奈诊所只有40个名额 疫情稍不停也烧出家长们的恐慌 街中部综合报道